大家好,我现在在三清园 然后白天呢,刚工作完 然后晚上,来到了三清 然后我手里拿的呢,是我上海转程时候收到的一封信 其中的一封啊,上海收了很多封 因为我有可能每一封都念过来 随便摘了一封,然后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它 张老师,展信安 山山改改,满腹思绪,竟不知道从何将细 绝想不到原本果断理性的我,也做起了写信这种感性的事情 只是过了这上海一场,我便要回到美国 继续我乏味突造的生活,下次再见到你,或许应该是跨年了 你能粗略扫过这些只字片语,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最美好不过的事情了 之前闲来不适,随意忘想过 若是有朝一日能对你说一句话,那应该是我爱你 还是谢谢你 粉丝对你的爱称实在不少,确实是不少 我最喜欢的是张月亮三个字,月亮,比起说爱斗活着无效,我更喜欢说你是我的月亮 月亮是黑暗中的光,是绝望时的希望,是善待世人的温柔,也是远离宣扬凡间的独善其身 月亮是惊心动魂的坚韧,也是远入每一个深夜的温柔 我的问题真好 我终日浑浑噩噩 我冷血,却自语理性,我偏执且自怨自意 然后在一心情的时候,我看到了月亮 从此,我的背包里多了一张你的照片,我才知道自己也有能力说出爱 这个,我虽然说不知道你经历了些什么,就是你朋友在心里面跟我说出过这些事来 其实我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快乐的活着更重要 就是,只有你开开心机的活着快乐的每一天,你才会发现,就是以后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 当你回过头来,你再想之前,你所遇到的什么挫折呀,什么困难啊 就感觉,就是我从台上总说的,不就是,这些都会过去的 希望你快乐 刚才看到哪里,我说出来 听像是不许乐,再说姑俩,这本是一句戏言 想必你也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一个粉丝,在你唱《探青水河》的时候 带你鼓掌喊出,日四夜响的变儿格格吧 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坚强,更美好,更有原则 无论前方是雷霆或者是鱼露 你是善为剑,长山作铠,站在板板正正,走得大骨流星 风雨之中,你眼不发,也绝不退缩 而我只能尽我的所能,飞奔向你,试图以此告诉你 你是被许多许多人爱着的存在 我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是,我会努力地做到,像你所说的 所说的怎么好,不许笑我 六月石家光,眼睛,七月济南,大连,八月苏州,上海 生性孤僻,不愿与人结伴 便独自一人奔赴六个城市 满怀希望,并从未失望,无条件的投入和付出 回报是远远超过我想象的快乐和勇气 张老师,你太值得 你是那个让我偶尔会想着只要活下去 就会有好的事情发生的存在 你是给我带来幸运的粉末精灵 是为我描绘情绪碎片的巧妆 当我坐在台下被你的包袱斗落的时候 那一瞬间,我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哎,其实,每当在台上 就是你们跟我大合唱,谈军水河 跟我合唱这个,精细啊,传统的唱腔啊 哪怕是我在台上,然后就让他们说 你出过音,我就知道 我说三,二,一,你们会大合 全体的说,音 其实那一瞬间,也是我感觉 在台上,我觉得我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因为我说的话,你们听了 因为作为一个项目的人 假如我台上说完之后,底下没有反应 嗯,你能明白,尤其是项目的人 嗯,我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当我坐在台下,我刚才念过了 托你之父,在这个夏天 我拥有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时间 收获了很多很多可以让我努力活下去的快乐 这是最快意的,最美好的,最珍贵的 独属于我的夏天 往后,我定还要陪伴你 度过无数个暖春与酷暑 度过无数个冷秋和寒冬 爱你的人来来往往 我不敢说天长地久,海枯是烂 但我敢许我的余生 王妃的人间念唱歌,我很喜欢 对于我而言,这个人间 也是因为有你,才值得留恋和歌颂 信有些矫情和露麻了 虽然聚集于真情实义,读完之后 还是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忍俊不禁 只是有两句话,想给你再说一点 谢谢你,我爱你,2019年8月5日 嗯,这个,因为 我,你刚才在信里面 说了这么多你的经历 还有你自己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在这里我就 不公布你的信任了 但是呢,我还是很感谢你 能对我敞开心扉,说这么多的心里话 嗯,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快乐的 每一片 其实你们每一站给我写的信 我有时间的话,我都会一一的去读的 感谢你们就是跟我分享你们的生活 还有你们的经历 从文字里面,我觉得 我们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 我非常喜欢就是这种感觉 把这个,买礼物的钱 自己买点好吃的 给自己的爸妈买点好吃的 都好 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 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脑红 谢谢你们,我爱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